今天是普里奎卯年三線清教大典 接著我們來到橫騎宮媽祖廟 這裡是奏舊的總壇 這裡也是非常的熱鬧 一些奏舊的祭典都在這裡展開 請跟著我一起來參觀 人頭普里鎮每12年會舉辦一次建教法會 通常都在鼠年的時候會建教法會 法會完第三年後會舉行起安三線祭典 就會才會圓滿達成 今年是所謂的三線清教大典 從12月16日到18日要開始吃素 五天至今每12年會舉辦一次 全鎮的人都會自動的吃素 家家父母都會繳納釘口錢 在外工作的遊子也會自動自發的吃素 這項獨特的建教文化已經列入了南投縣五行的文化之產 三線清教跟建教的儀式都差不多 一樣要設置總壇四方教壇 福里舉辦起安清教的由來 目前有兩種說法 一是在日治初期1896年的時候 日軍公戰大浦城 在這個公戰的過程中 精魅了抗日民兵約120人 之後對福里社的東南角的村中進行道復追殺 號稱福里社之義 而日方稱為 雲林土北事件 或福里社退城事件 當時福里的善心人士 冒險把雲林的屍骨集中收藏 並見識公共 事件過後 福里的人士認為地方不近 怨氣太深了 莫過於沙場不凡 利器之機都會孽鬼無意 所以像台中的姿勢 請願舉行 施惡鬼法會 這個就是埔里舉行 喜安清教的最早原刑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 恆吉宮媽祖廟 1912年 自大渡城 簽建至縣子 就是現在恆吉宮的位置 新廟落城之後 舉行 慶成教 而後恆吉宮 又因 葡里社大地震 而重建 在 葡里相生的支持下 靠就了 美蓬子年 也就是鼠年的時候 就會進行 喜安清教的習俗 這個習俗 至今已超過了百年以上 有兩甲子 第二次大戰後 會在喜安清教後第三年 也就是兔年的時候 會再舉行 三線清教 不理舉行 喜安清教的目的就是 祈禱風調雨順 國泰米安 歷做久的歷史 已經超過百年 幾乎 都是全員餐飲 每家每戶都會收盯口錢 而且自動自發的吃素 在葡里建教的期間 全鎮風山風水 配合吃素 其高度的配合性在於全台少見 而且如果在外地工作的牛子 也會自律吃素 自動參與 目前南投縣文化局 已經將 葡里的喜安清教 三線清教 登陸為南投縣民俗類的 無形文化之場 三線清教 尼平原 四線清教 尼平原 三線清教 四線清教 五線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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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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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